今天9月勋章宠物特性被官方正式爆料 小伙伴们说感觉要强到爆炸 那么这期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25元的勋章宠物特性到底能爆到什么程度 他这个宠物的技能3特性是使用氮气是75%的概率7秒 那氮气最高速度加5.5时速氮气动力加8% 然后本来昨晚刚爆料的时候呢 技能2是没有标注几道具赛生效的 现在看呢已经是标注了 那所以刚爆料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技能2 3都在竞速会触发 那技能2 3同时触发呢确实会强到爆 但现在只剩下技能3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强度呢 我们不得不起出他的同类型宠物机甲宠 那虽然说动力没有机甲宠那么高 但是速度比机甲宠高 虽然说加成时间没有机甲宠多 但他这特性的触发概率看起来也很强 不过触发概率能达到75%的一般都是有触发时间内 不可重复触发特性的技能CD的BOSS 但即使有技能CD这触发概率也算是猛了哈 加上这看上去确实很不错的加成 防守时射平民玩家对抗克金机甲宠和麒麟的最佳选择了哈 这样的话综合来看 这个九月勋章的车和宠 相当于冲25就送的话 那这个还是挺值的 当然个人看法哈 进攻赞考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